我们其他的习惯,一开始练八卦,最难改的就是用推的,我说过有两个力量嘛,东西要动啊,有两个力量,全世界的东西要动有两个力量嘛,一个是牵引力,一个是推力,一个引力是推力,引力在前,推力在后,推力是从后面, 一般的人习惯用推力,一般的人,因为推力最好用,老婆叫你去洗碗,去了,推力,叫你小孩子去看书,写功课,推力,我们都喜欢推力快点,介绍快了,引力是什么,引力就是说幼稚引力,老公你洗碗洗到, 好干净哦,我欣赏你的洗碗,你洗碗的姿势好帅哦,一般我们在身体的运动上面不习惯用推力,那什么是推力,就是,比如说你的肩推手,肩推手,我们的力量都从后面到前面去,这就是推力,一般的在运动的时候,练起人都是在用推力的推力, 所以说什么发于脚跟,一节一节推,那全都是推力的,可是在那个之前有一个例,叫做意义, 因为我这个手出去的时候,我这个手出去的,实际上是手指头出去的,手指引手腕,手腕引手肘,手肘引肩,所以你后面必须要松,松掉,这样不懂,为什么八卦特别要这个样子呢, 因为比方讲你,比方你刚才问的那个,我这样子,因为它要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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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拧的时候啊,当我这样一转的时候,我这样一转的时候,你看,我必须是用这边来拧,这边,这边来拧,这边来拧,是不是,肩来拧,肩来拧,背来拧,腰,必须要这样子,我如果是,我如果是,这个样子,我用肩,肩,肩肩肩肩肩做不到,没有办法拧了, 要不懂,当你的动力在后面的时候,这条线,没有办法拧,要不懂,所以,所以我要拧的话,我要拧这个,我必须从这这端吧,我必须从这一端来拧嘛,这是烧,烧嘛,来拧,比方讲我从这里到这里,我必须从这个烧,或者从这个烧,这样子来拧嘛, 这一端才能拧嘛,我从这边拧,我怎么拧呢,这边掉啦,这边也掉啦,听不懂,所以因为,八卦它要做拧,拧转,端跟端,端跟端,你必须从端,就是烧,来做那个拧,中间的每一节,它才会跟到拧, 如果不能改变那个推的习惯的时候,你完全做,完全做不到拧,看不懂,包括你走,走掌的话,如果说,比方这样子,我是用腰,我用腰去做,你腰没有办法拧,看不懂,这个腰是转嘛, 这腰是转,它没有拧啊,看不懂,你还是必须从手来,我这个,上下之间也是一样,间追到头,这两个之间来做,这个也是一样,这个之间来做,腰是松的, 从手的,你看,上臂,小臂,这个,到,你必须松的,是从外面进来的,如果是做这个,这没有你,你能看得松的出来吗,不是很轻的,不是很轻的,不是很轻的, 这个是转,因为我在用,因为我在用它,这是转,转跟您不一样的,转是,比方转是左右的,转是左右的,您是什么,您是左右之外还有上下,在一个直线上面做旋转,那个直线一直在走,一直在拉,在那个,那个上面, 做旋转,才叫拧,如果这个直线没有动,这个样子,这是转,它没有拧,你看不懂,你的手地这样子,这是转啊,它没有拧啊,你看不懂,这个是转啊,我如果是这个样子,你看,我如果这样,我手指动,手肘不动,这一段才有拧,我手肘动,手肘动,肩不动,肩不动,肩带动, 肩带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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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带动 你想用这里来合胯 这个不行的 胯就是胯 腰就是腰 所以你要把每一节分清楚 每一节分清楚 你才能 您是一节 这一段到这一段 这一段到这一段 这一段到那一段 所以各连起来 看会是哦 所以脊椎也是一样 脊椎这个定住 脊椎定 头一偏 我这个是正的 我这是正的 它正的它没有拧 我的脊椎定住 当我要拧的时候 这个手你看 这边一收 然后头一偏 拧起来了 有没有 因为我全部动 我的头一偏 屁股也跑掉 这就没有拧了 要不动 所以说它为什么 手掌的时候 这个骨盆跟肩膀 是不一样的方向 因为这样子它才有 我如果肩膀 所以讲六合 肩与跨合 在八卦来讲 不是那么形象的 不是那么死的说 这个合 不是的 你这个合这个 你只是一个正面的结构 你没有 没有 您的结构 您的结构 是我的跨在这里 我的腰在这里 我的腰在这里 是不是 好像 你们练那个 联化布 或者练 这个也是 跨在这边 身体转 到这边 拉出去 头往这边走 头往这里走 这里走出去 反的 才有力 看不懂 所以这个慢慢体会 尤其是新同学 但是 告诉你们 告诉你们 第一个 第一个要破 破的关 就是推力跟引力 你的动作是用推力 还是用力 看不懂 你练八卦 练太极 也是一样 你练太极 不用引力 你没办法松 不能松的 这个是第一个 自己要去注意的 所以你如果能用 能用烧来动 你能用引力了以后 你的肌肉才会松 肌肉松掉 肌肉能够松掉 你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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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肌肉松掉 关节才会 开开 懂得吗 关节变松 松 松 开开 你才可以做 你 你如果不能 舍掉 用推力的习惯 后面的这些东西 通通没有 想不懂 所以看练八卦 跟练太极的这些东西 行李也包括在内 其实很多练少林的 我看一些老一辈的练少林的 练得好的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它所有的动作都是 稍先走 引力先出来 所以我这个手要到他那边去的话 他不是用的这个 他不是用的这个 不是用这个 他都是啪 这样就出了 这样就出了 后面都是拍的 都是说明的 要不懂 拳要打就是拳 拳 这边引就到了 不是这个 这个在观念上 跟身体的习惯上面 先要破这一关 有没有很多练很久的 这一关都没破 这一关都没破 所以后面练这些东西 你只能来找 找 找 去 去注意他们的差别 他们知道 你发现做一个动作 肌肉一紧 马上停 不是说不要做了 我在做这个 发现肌肉一紧 在这个势子上面停 用这个来 用这个来 做 用这个来 做 用这个来 做 要不懂 好 去试试看